刚来到这里,就听说婆婆说槐花可以吃的,但一直都没有吃过,这几天在菜场常看到有槐花卖,想吃但又不知道如何吃,每天的朋友们,还有女儿都知道怎么吃,于是,买些来尝尝,果然清香,这下,我还上网查了一下它的功效语作,槐花味道清香甘甜, 富含维生素和多种矿物质,同时还具有清热解毒,粮血润肺,降血压等功效,槐花吃法很多,葛门饭,做菜做馅,入粥入汤都可,将槐花清洗干净,可以加点盐进去,顺着方向搅动清洗,将面糊加水合开,面糊倒下至时不立即回原形即可,加入槐花, 可以加些葱花和盐,锅里涮油,倒入面糊,不须太厚,煎至两面为黄即可